《詩姑教室》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集的《詩姑教室》 這集會教大家處理詩歌裡的重音 詩歌裡的重音的意思就是我們唱詩歌的時候 我們某些歌詞想用力一點 或者強調一點去唱 我們就為之重音 以下我會教一款重音都在詩歌裡常用 就是1RN 或者3RN 一般我們詩鼓處理的時候 通常會在這些音中打crusher 加上bass drum 這就是最簡單的處理方法 而今集希望教大家多一個變化 可以在這些重音中多一個選擇 也一樣 我們首先在snare drum練習 記得我們打這個snare drum練習的時候 雙手的力度要平均 還有要跟著我所教sticking 這個歌曲的部分 等等 咫尬 咀嚮 一點 咀嚢 免 咀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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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2 3 在snare drum練習完之後 我們就嘗試加上crash和bass drum 我們這次會連一些groove一起去練 記得我們練習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打crash之前的snare drum 記得不要太小力 我們要保持適當的力度 最好是左右手的力度是一樣的 我們就為之一個成功的練習 4 4 5 2 3 4 5 2 3 4 當我們練習這些練習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在C歌裡面 我們要特別提提 我們打在C歌裡面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試試一路打一路唱 特別在那些重音的時候 你更加要唱 即是我們落crash的時候 就是一個重音 一路唱一路打 你的音樂感就會慢慢提升 亦都會比較容易投入敬拜當中 哦阿 nova代祁 愛好憾 愛好憾 帥試片 甚至每個人我來看見 我会无量明白 在你人手里 漫步运缩 厚发的阻碍 难解变改 愿一只天真会适宜 看着牺牲的我 你为我的过分 永远要转悔 我靠舌身轻药 送着牺牲的草 种着已得热净 你才能够关我 愿一只天真会适宜 你才能够关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